大家好,我是Coach Henry 和大家分享一些關於轉動Rotation的分享 很多朋友都說網口是一個轉動的動作 轉身的動作 你沒有說錯 但這個Videoseries 我們會深刻地和大家分享一些部分 大家要知道關於Rotation的 或者一些誤解那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注意 讓你也可以透過Videoseries 令你轉動Rotate得好一點 一些細微的東西 你也可以清楚一點明白 希望大家喜歡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 Rotation 轉身 轉身 好嗎? 你知道嗎? 你有一個Lower Body 你有一個Upper Body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Hip Rotation Hip Rotation 然後你有一個Shoulder Rotation 你的尾龍骨有一個Lumbar Spine 有一個Phoresic Spine Lower and Number 所以現在 那些字眼上 太困難了 我們不說的 我們是說簡單一點的事情 好嗎? 所以現在 我們現在 看著你正常地站 如果我去轉 我去轉 我去轉Hip 好嗎? 我轉到腰 這個位置 我轉到另一邊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位置 我正在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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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 我拉大一點 馬步 我轉 是會令我容易轉 好嗎? 好嗎?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說 好嗎? 馬步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這次的分享 不是說馬步 雖然馬步 都很影響你的Rotation 你的轉動 馬步 非常重要 好嗎? 現在 我現在轉我的Hips 那時候 好嗎? 你們知道我的肩膀 都可以再轉嗎? 即是我的上身 這個位置 都可以再轉 例如我現在做一個動作 是Fore Hand 自然 因為我正在右邊轉 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再轉 我的Upper Body 多一點 然後我回來 然後我再轉 我的Hips 即是說 我有一個Pick Park 即是兩個轉 不是僅僅一個轉 好嗎? 如果有些朋友覺得 對呀 其實Rotation 都很重要 是兩部分的 好嗎? 所以 很多朋友 你的Fore Hand 如果你有Hip 和Shoulder 的Rotation 你就會更加厲害 Fore Hand 同樣是 兩邊的後方 但單的手 會比較少 有一個分享 跟大家分享 例如 我的肚臍 向著你 我可以轉 我的Upper Body 我的肩膀 你會看到 我的肩膀 左邊的肩膀 在我下方 在我下方 但我的肩膀 都是向著你 我的肩膀 都是向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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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肩膀 但現在 我再轉 Lower Body 就是我的Hips 我轉得很厲害 你看到我的背部 大家明白到 你的肩膀 和肩膀 它不是 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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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一枚 它是可以 轉完之後 再轉 你轉回來之後 肩膀 和肩膀 然後打 在Fore Hand 就變成 你的力 就更加大了 今天的分享 這個影片 首先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Hip Rotation 和肩膀 Rotation 存在的 就不只是 一個Rotation 那麼簡單 那麼 那麼 緊 很緊 所以 希望大家 可以感受一下 你也可以試一下 Hip 和肩膀 轉回肩膀 和肩膀 這是非常重要的 請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一些影片 那麼多的朋友 也可以分享 我們的課程中 我們都會和大家分享 一些細微的東西 關於Rotation 和可以幫助你的 Fore Hand Back Hand Serve 各種各種其他東西 好 期待你們在私討論 在私討論 在網絡網上 我來自再見 大家好 我是Coach Henry 和大家分享一些關於Rotation 之前的分享說 有一個Hip 和肩膀的Rotation 而你的Rotation 不是Hip 和肩膀那麼緊 一整個機械人這樣轉 上次的分享 已經是和大家分享過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關於Hip 和肩膀的Rotation 就是 當你Rotate了Hips 和肩膀之後 你一定要轉回肩膀 和肩膀出來 才做你的激活 我這個情況是 Fore Hand 所以 肩膀的Rotation 和肩膀的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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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重要 兩肩膀的Rotation 而不是一股膀的Rotation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一股膀的Rotation 一股膀的Rotation 小微的東西 在下個影片 和大家分享 就是當你做了Hip 和肩膀的Rotation 你一定要轉回來 才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會叫做 轉身 轉回來 善激球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但很重要的 Key Words 或者Key Phrase 一個 sentence 一個句子 你要記住 就是不要只要記住 我只是轉身 轉Hips 轉肩膀 但是你忘記轉回來 你說轉都沒有用的 其實不是沒有用 是你沒有轉回來 去令到這件事 那些Momentum 幫你利用去激球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分享 請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朋友 多謝朋友 這個分享非常重要 你不要看低股 Hip and Shoulder Rotation 但你要懂得怎麼用 我們會用Drop Feet Hand Feet Racket Feet 去幫我們的每一個學生 去感受到這個Rotation 之後 放到他們的Fore Hand Tran Back Hand 或者Serve那裡 希望大家喜歡 I look forward to helping you guys In the upcoming private lesson 很快 Hello,大家好 我是Coach Henry 跟大家分享 少關於Rotations 先跟大家分享 Rotation 轉身、轉動 是一個網球的 打網球很重要的一個aspect 剛才跟大家分享過 Hip 和Shoulder 是一個connected 是兩部分的東西 你不會像一個robot 這樣轉動 令到你很緊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 延伸 我之前的兩個影片 今天講到Hip Rotation 有一件事會幫到它 就是那個 後腳的Pivot 例如我打Fore Hand 我的後腳 就會是我們右腳 可以做這個Pivot的動作 當我打之前 如果我是Open Stance 我這隻腳 會做一個Pivot的動作 如果我的腳 沒有Pivot 我去做Hips Rotation 沒有很危險的 ACL會很危險 就是膝蓋裡面的那條 肩膀 如果你不轉 你可能會扭傷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轉 你的Hips 你要確定你的腳 要做Pivot的動作 令到你膝蓋的壓力 和腿部 是沒有那麼辛苦 和減少機會受傷 所以我打完之後 我應該會轉 這個 後腳的Pivot 令到我的膝蓋 是不用扭 你明白嗎 那些朋友一扭 就會弄傷 而且很痛 我們不想每位朋友 弄傷你的膝蓋 這個功能 是做這個動作 OK 你的Hips裡面 這個位置 就幫你做這些 的 Make sure 你分清楚 So basically 如果你想看完這影片之後 或者是Online 其他Coach說 沒問題的 你 make sure 你做Hips Rotation 那時候 你要 make sure 你轉到你的腳 Pivot Pivot它 Pivot它 先感受一下 實實力 因為你打球 都會很快 那些動作 所以你做了之後 你就不會弄傷了 這個非常重要 那Hips Rotation 那裡 是跟這個Pivot 的腳 這個動作 是Connected的 OK It's all connected but make sure 你注意 當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So for example On the Forehand 你什麼Stands都好 你看到我們 經常都會做這個動作 Backhand 轉到Backhand OK 單手Backhand 有一點點 但Rotation 不太影響 那個單手Backhand 的 可能只是前部 但不是前部 好 好 那跟大家分享 So for example 有時候 你看到top players 做Serve 例如這個動作 我現在聽到我 鏡頭看 So good 後腳都會有一點點 Pivot的動作 但當然他們呢 離地之後呢 你就不會太看到 太明顯 但在Warm up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 很多人都會 對這個動作 So in all movements 的動作 尤其是腿 尤其是腿 你是有這個 背腿的 例如你扔球 例如你去打拳 你都會有這個 背腿的動作 來支撐著你的腿 然後腿 然後腿 那我希望今天的分享 會幫到大家 有一點點 理解關於腿的動作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lping you guys in private lessons where we help you guys with feeding methods and rallying methods into helping you 都會加這個 aspect 到你們的腿 那裏 好 I look forward to helping you guys soon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出來和大家分享 一些關於rotation 打網球是一個 專動的動作 你沒有說錯 那上次呢 和大家分享 in the first video 或是 subsequent videos 都說有 hip and shoulder 的rotation 那個rotation 雖然是connected 不過都有 很多不同的parts 在裡面的 上次有說過 那個pivot的 foot movement 會幫到你的 hips and also listen the burden on the knee 那這次說過 shoulder rotation 上身 belly button 上面這個 你的腿 腿有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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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可以轉 那 怎樣才可以知道 你是做得 我說鬆不鬆 好不好 好嗎 你要鬆才可以 鬆才可以 鬆才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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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我們可以擺放這塊球棒 對 然後當你做動作的時候 對 對 你看到我 盡量肚子的肌肉 向著你們 因為我在做 shoulder rotation 我不是用hip rotation so now shoulder rotation 我可以 下巴 在這個位置 and 我的左邊 腿 在我的下巴 這裡 我轉到右邊 腿 差不多 so now 我轉 下巴 and 肩膀 在這裡 你可以觸摸 當然你打球的時候 不要硬硬做 好像很緊 好 所以現在 你轉 你應該知道 你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如果你的朋友做不到 then you've got to improve 你的flexibility 對 變成如果你 more flexible 然後你打摩球 都會鬆一點 整件事 so for your range of motion 你的腹度 是應該這麼鬆的 so 你的shoulder 可以 你看看 去到這麼多 so now 我轉身 加上the hips 是不是很厲害 轉回來 再轉回來 力就是這樣 來的 so that's why 很多朋友看到 很多coaches 是對的 你打四肩 你一定要有一個 non-dominant hand 在我的 case 左手 extension 去你的右邊 左右 到第二邊 so that's why 很多coaches 會叫你們 extend your left hand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因為這樣你就知道 你的rotation 是足夠的 upper body 所以這個是一個 提示 幫大家去明白 多少少 怎樣才可以 做得鬆些 或者做得 足些 或者做得 簡單些 去有一個方法 去知道 我們做得好不好 就是 shoulder is underneath your chin 所以這個是一個 good turning 希望今天的分享給大家 我們在課程中 我們會用 feeding methods browling methods 去跟每位學生 發展到這個 aspect through repetition 練 的 當然你一兩下 不會練到的 in the right method in the right progression 慢慢去練 你就可以把這東西 擺到你的strokes 那裡了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guys soon and joy help you in private lessons upcoming where private lessons is the best engine for improvement 始終跟大家聊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 小關於Rotations 網球是一個 Rotation的運動 轉動的運動 沒有說錯 我們和大家分享 更深刻的東西 就是這個Rotation 你有Hips Rotation 你有Shoulder Rotation 之前的影片有說 是一個connected 不過是separate parts 你不會一起轉 變得太Robotic 太緊 另一件事就是馬步 Hip Rotation 那時候 你那個back foot 要轉 pivot 令到你那個knee 更加舒服一點 沒有那麼多stress 如果你扭住knee 很危險的 你會弄傷knee 裡面的脖子 然後之後 shoulder 要轉 怎樣做 鬆一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動作 是很簡單的 大家都可以做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做這些動作 變緊了 其實是 basically 是defeat 這個preface 那個目的已經浪費了 做不到 所以今天我給你一個 easy的動作 是一個movement 那你可以做的 基本上是 all sports 還有你可以 當是每一招 exercise 強身健體 OK 那這個呢 放下佛拍先 所以 你open stance 向著 你的camera 其實呢 你的手放開 你一轉 我轉到我右邊 and 我pivot 左腳 right and我的左手 指著我這邊 那你見到我的右手 其實已經在後面了 so now 我轉出來 and 右手去左邊 and 右腳pivot 見到右腳pivot and then I slowly 轉右手出來 and 見到我的腿開了給你 and then 先轉左手過來 so one 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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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那麼 這個動作呢 在下一個影片 你會知道 那個timing of your movement 都是非常重要的 so for example I'm going to g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今次呢 我們加上了少許的 knee bend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因為為什麼你打網球呢 你的力是在地上起 it helps with some knee bend so now我們的馬骨都一樣 but now 我會沉一沉 轉出來 one two 沉一沉 上來 one two 沉一沉 上來 one two 這個動作呢 大家要慢慢去了解 through STM slow的方法去做了先 然後之後呢 下一個影片會明白到 為什麼我們叫你做這件事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 很期待到你們聽到 在我們的 private lessons呢 我們會將這個 concept 去幫每一位 students apply到他們的 forehand to on the backhand and some serves 每一個 aspect of the shots through our feeding methods and rallying methods so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nd helping you guys work hard together to reach the next level of performance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Colchenguer和大家分享一些關於rotation 之前那個video和大家分享了一個動作 OK 大家都可以做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ip and shoulder rotation 如果你們有做呢 你們會呢 這個video會容易一點明白的了 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我的朋友 很多朋友在這裡受影響 這個video想和大家分享呢 當你們打 forehand especially ok 很多朋友會有很多issue 出現關於rotation OK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 early rotation 太early了 OK 即是怎樣呢 即是當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時候呢 即是說 你rotate了那時候呢 你左手摸出來之後呢 你那個時間 等了太久 右手才出來 OK 你要做到 1 2 1 2 1 2 左右 那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so for example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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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千萬不要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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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成呢 你養出來之後 那些力呢 散了 已經幫不到你去 transfer 去右手那裡 so for example 如果我們打方向呢 我就會 左右 是不是 1 2 1 2 1 2 就不會 1 2 左右 右 不要笑 this does happen in一個early rotation 那些人太early了 然後又非常重要呢 大家慢慢來 time到那個timing tone到那個timing呢 令到你呢 你整件事呢 1 2 那你整件事其實很大力的 如果你是 那個timing做得好呢 整件事呢 整件事呢 是很不用浪費力 很relax 都可以打到很大力的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在我們的課題裡面呢 我們會用 Feeding Methods Browning Methods 去幫助我們學生呢 呢 achieve到那個timing 不僅是死力的 咬下去 令到那個球快 我們是 timing and accuracy 才能發展到 你想發展到 那種速度和速度的 OK 那要看給你一點 看來給你們過來 打網球是一個 timing的 tire accuracy的運動 不是只勝貴的 所以我看給你們hter 來就重新看過來 Hello大家好 Obsavant 我會分享和大家 一些關於轟動的呀 那 就打網球呢 一個 轉動的運動 沒錯 很明顯呢 因為 Dakota 那裡不停地 раст彎 還會有些子彎 但在推動的 那之前,我們也有一個組織呢 很快 izquier眼 這個動作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會用四肩來做一個例子 四肩是最常的這些事會發生在每一排仔身上的 請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一下我的朋友 多謝朋友,謝謝你,謝謝你 上次說這個 early rotation 這次我們就會說這個 late rotation 大家看到上次我做這個動作 我們都會養開才是右手出來 例如我這個左右左右 上次說我們左右之後等了太久 冷了,右手才出來 這次我想跟大家分享 記住當你想做的時候 那些朋友們轉動了之後 他們沒有轉動出來 就想用右手 例如右手的朋友就想打球 所以最後他們就踩著自己 踩著自己 所以記住 你一定要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動作 就是先養開才出來 另外一個case就是左右 左右 左右 但你也要考慮上次的影片分享 就是timing要對 不要等太久 就是one two one two 不是 one two and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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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not 左右 right 這些朋友會喜歡拉著手過來的 and it's okay too the style right not too much difference but 拉過來會容易做些 但當初你感受了 你可能會養 做 會幫到你 有些朋友 不會有些朋友不同 but the point is 一定要左手 initiate 左 右手才出來 so make sure you're not too early and not too late so through 我們的practice 我們的training 和我們的private lessons 我們可以幫到學生去通到這個timing through feeding and rallying methods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guys soon and help you guys with other aspects of your game Right What's up?我再說 Hello 大家好 我會和大家分享 關於Rotations 打網球 是一個專門的運動 沒有說錯的 之前說了很多 關於Hip and Shoulder 是一個 connected but separate entity and also一個 馬步 back foot pivot Hip rotation shoulder rotation the chin shoulder underneath your chin and also給大家一個 simple的動作 大家也可以練 這個morning exercise which also applies to your forehand and two-handed backhand and some serves but very important the forehand 大家要多明白一點 因為最主要就是 the forehand 那些aspects 會發生的 有說過 early rotation 或者late rotation 今天 the end series 的video 最後一個video 就說 over rotation Right 這個是一個 可以很長篇的事情 但是今天 簡單點說 當你們做完 Rotation之後 應該 我右手 右手 和腳跟 是要這樣 的 我的右手 是指著我想打的 所以如果我現在打這個位置 向著你們 我就會 這樣 如果我想打那邊 我就會 這樣 所以 你不會 例如打給你們 我打完之後 我手指著這邊 你會說 I've gone too far I've gone too far I've gone too far in my rotation 那你說 我不是多一點好一點的嗎 每天都多一點好一點的 我們這個地區的朋友仔 Right No Little bit 已經很多 之前有個playlist 但加少少已經很多 甚至乎 你的Rotation 去到那麼厲害 相信我 我以前試過很多這些 OK 我為什麼知道 我以前試過 當你的Rotation 去到那麼厲害的話 然後 你那個 打球的動作 你的手要 要更加快 去Catch up 那其實你是不是需要這麼多的呢 其實你不是需要很多的 大股膜 這個 Hip and shoulder rotation 是幫你的手 和你的小股膜 去做這個Rotment 令到你可以 拍擊球 Remember 是記住去幫它 不是去 overwhelm它 overwhelm了之後 你會可能 第一 你會失去你的 影響 的確實力 如果 轉動的朋友 你會失去你的轉動 轉動 因為你 overwhelm了 而且 overwhelm了 就是這個火太厲害了 令到他在這裡做不到 因為 在最後一天 是線和球去做的 所以 是一個好練習 當你們做的時候 你看我 經常都會教我們的學生 腰部 和後腿 是這樣的 手跟腳跟腳跟 是這樣的 所以 打完之後 無論你是 step in 你看到每一次 Full hand我都會這樣 Oper stance 都是這樣的 所以 非常重要 不要超過Rotate 當然 有一個叫 Under Rotate 這個其實 很相似 腰部 這個 就不會和大家分享 因為 都很長篇 今天的影片 說過 超過Rotation 記住 如果有太多 就可能會辛苦 不是多一點 就好一點 所以 要確實是正確 那怎樣知道我們 正確是正確的 和如何調整呢 就是在我們的 特別事件中 我們會幫我們學生 Feeding Methods Hand feed Racket feed 幫他們慢慢打 很多repetitions 讓我們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動作 這回事是這樣的 令到 Fore hand Turn the backhand Serve And other strokes 越來越好的 I look forward to helping You guys reach the next level of performance And see you later OK What's that more? Let's make a booking together